主委被尋 有十位议员违反国民党的政策被开除党籍 原本气势就很低 就不如民进党 又加上内讧还分裂的阴影 因此外界认为 这场险战 国民党可能会败险 他们是议策 甚至连理想的候选人 都提不出名来 主委你原本就是台南的 立法委员 对啊 也是国民党 很认真积极栽培的 青年裁券 请问主委你有没有考虑 没有 我觉得还是要先把我们现在的工作做好 没错啊 但是我们也知道中央政府组织法过以后 明年正式上路 新府会也将走入律史 所以现在这是关键时刻 你肯定要转换跑道 对不对 我觉得人生有很多种选择 但是我觉得现在刚好是清府会非常关键的时刻 人生有很多选择 身为一个船长没有道理在这个时候弃床 所以我觉得我在 既然已经过去这三年有幸在这个机关服务 那刚好这个机关目前在主改 面临这个关键时刻 怎么样做到业务的无缝的衔接 我觉得是在这个时候非常重要的一个使命 因此我觉得在这边还是要好好把这个工作做好 这也是很好 不过我是觉得这个亲府会担任几年 两年有了 两年多 两年多了 以你的经验各方面 这时候如果你下去选几的话 就是检验你 这两年多的成绩 这青年人对你会不会支持 这看得出 同时那个现在要选的那个是老将嘛 对不对 习市长啊 对不对 如果你跟他对结的话 比较容易争取青年的选票 对不对 所以说 如果你去赢的话 就是给国民党最大最新的希望 对不对 你又年轻 然后又有经验 不像有人进去立法院 来到立法院 剩下一年嘛 还从头写起 一年过后糊里糊涂 只好是当立委 怎样提案怎样那个 这个都不曉得 对不对 而且你过去表现优秀啊 而且你是台南人 你的人脉各方面都是非常的好啊 而且呢 国民党栽培你 你这也是回馈的一个好机会 谢谢委员的鼓励 但我想我把这个工作做好 可能 刚才你讲了 对 我觉得这个时间点 不过是真的有需要的时候 还是要去一拼啊 不然的话 你认为还有谁可以代表 我觉得国民党有很多的人才 那有很多人都对这个议会很有兴趣 那你也提出来 对不对 我认为你是非常恰当的人才了 谢谢 不妨回去考虑考虑 谢谢 因为现在这个 你们这个要走入历史嘛 这个要收拾的话 副主委都有这种能力的了 哈哈 好了 那我们就暂时这个话题结束了 不管如何啊 国民党栽培你 如果要需要你出征的时候 你就是要要要 真的要去做回馈的时候 还有我们中华民国建国一百年了哈 在一百年前了 国父领导的第十四反清革命在广州起义哈 这次的革命是由王兴领导哈 但是呢 经过一天他满清的激战以后 这个人数死亡最多的哈 那民主革命烈士最多的一次就七十二位嘛 对不对 所以有七十二位 那黄花钢七十二烈士嘛 同时他们是也是当时的精英的分子 为了推翻满清政府 所以等于是牺牲自己了嘛 所以在民国建立以后 我们这个43年3月29日 就把它定为青年节来纪念 对不对 所以最近政府在各大媒体 就一系列的中华民国精彩一百的 广告短片里面哈 你有没有看 有 这里面有林杰明以期节别书 那个特别让人感动 你大家有看到吧 对不对 有嘛 大家就觉得很难过 也是觉得真的很敬佩哈 所以青府会你的职责是统着 全国青年辅导的事宜啊 其中一项很重要的是 扩大青年公共的餐饮 提升青年角色及对社会的贡献 但是我们看到这个青年 普遍都是自我为中心的很多 很少关心公共事务啊 很少缺少缺乏像 黄黄钢七十二烈士 这个牺牲奉献那种精神 并不是教他们一定要牺牲啊 就那种精神啊 所以我也知道文建会啊 还有教育部新闻集 都编很多的建国百年的 那个庆祝或者纪念活动的经费啊 在这里啊 我是希望 甚至国防部也有拍那偶像机的 对不对 来清楚 所以我是认为青府会 你可以把这些串联这些部会啊 因为他们都有机会啊 把它串联起来 编一部七年参与革命建国史诗的 这个电影 有没有办法可以做 我是说提升国内这个青年们 关心公共事务那种程度了 呃跟委员报告在这个面向上 我们是有呃跟委员两件好了 第一个就是说在青年公共参与事务 这个部分其实呃就我来看 其实青年还是有很多的热情 跟理想跟活力 不管是我们的青年政策大联盟的 参与的程度 或者是在自愿服务的面向 像我们在去年统计区和平志工团 以青府会来讲 在97年刚成立的时候呃 当年度的一个志工参与人士 是大概10万人次左右 但是在去年底统计的话 这个人数已经成长到17万人次了 所以短短的两年成长了将近7万 所以我觉得其实青年的朋友 只要有一些管道跟机会的话 他们还是对于公共事务有一定的热情跟理想 那重点就是说政府部门 是不是能够提供更多的机会跟资源 让青年去服务 主委你讲的齁 我给你肯定 但是我刚刚说 因为先建国一百年嘛 对 所以可以联合其他部会 拍一部这样子的电影 你去努力看看 这是我的建议嘛 本心的建议 谢谢委员 那我们自己是有做一个就是那个青年的一个特辑的 就是从过去现在历史 过去就是拍青年 从过去到现在 像委员您说的 最主要是要让人家觉得说年轻人想要去看 那你如果是拍联合那个什么 國王部啊 还有新闻局啊 文件会 那经费又多 拍个很壮烈的 让人感觉到说 啊这个跟那个 那就不一样啊 你们这样拍的没有人看啊 我想在座的几位 除了你们这几位 可能你们青府会 就这几位一两位看 其他也不一定有看啊 那我是在这里建议啊 对不对 有好的建议啊主委 谢谢委员 一年的期间啊 做一个比较有特殊的 哦这个是青府会 王丽萍做的 哦那就不一样了 好谢谢委员 这是我的建议了 好谢谢 那另外哈今天我们的特别的讲到飞验专案了哈 青府会你们为了协助女性更有创业的机会 和那个经济参与经济事务嘛 对不对 所以你91年就开始这个飞验专案了 对不对 那你们在这个98年的时候 你们有针对91年到97年的这飞验专案 我上次也跟你们也也也在这里跟主委讨论过 调查分析啊 协员资料有8764笔 成功防了4000多人 然后调查的结果 有创业经验者有955 占23.7% 其中经营者有850 856人占21.2% 已经结束的有99人占百分之 这个创业机会你认为满意吗 哦 对不起 我原意说 你认为满意吗 这这种成绩啊 我我觉得我们会尽量把它做得更好 在这个创业经验955人当中啊 这其实我们在分析上 有一半的创业者是雇佣啊 他的那个成员 那个家庭式的 对不对 还有主要人力是创业者和他的家庭成员 然后他的每月的平均一二百分之十以下 占百分之五五点六哦 对不对 像这样的 说真的 王主委 我觉得对这个飞燕计划 的那个时效 我非常的不满意 我 在女性啊 我是觉得在女性还一般男性 在创业上有比较困难的 比如说我们有家庭有孩子要照顾对不对 要兼顾嘛 所以我们有有需要 我们国家针对这个有需要 这个飞燕专案 有他的需要 但是你刚才讲啊 创业者 他这个没有雇佣任何的成员 是家庭式的管理 这家庭式的管理 在我们这个四零年代五零年代 家庭就是客厅就是工厂的时候 已经就是这样 而且他雇佣的还有零基啊 还有亲戚比女性还要多 对不对 还有每月营业额十万以下 这个实在太少了 真的 这种成绩是不合格的 对不对 所以说在这里啊 现在的社会啊 现在现实社会里面 还有很多很多你看到的 青年创女性创业的 很多很多 对不对 那也不输男性哦 是 对 所以说你说 如果那个飞燕专案 辅导出这样的成绩 我觉得飞燕专案根本就不要做了 对了 然后你也看我们女性 不管是考试也好 还有考职业的时候啊 过去啊有妇女保障 现在不是妇女保障 叫妇女性别保障 女生决定考赢男生啊 包括学校也好 对不对 那就说我们要辅导的是 辅导比较那个弄出来的 有轰烈的 就你刚才专业辅导的 刚才我也讲了一下 是 这但是 我是觉得 主委 虽然剩下一年的时间 这一年的时间啊 你有很大的空间啊 突破 所以突破就因为 刚才你的成绩非常的不好 对不对 就考到一二十分 你要现在变九十分 这个空间很大很快 就可以突破了 所以你要加油 而且我对你这个有信心 以你的专业 以你的能力 以你的经验啊 应该是可以做得很好 所以既然有飞燕这个计划的话 我觉得主委啊 真的要很努力很努力的 在这一年当中把它突破 好不好 不然的话 飞燕专案的成绩是报告出来 就是这样子啊 我跟委员报告好不好 我没有办法接受的 就是我们再进一步的说明 就是说其实在飞燕专案 这个部分 它其实是在青年专案 青年创业整个系列当中的一环 针对女性的一个补强措施 那主委 就是因为你是女性 我也是女性 对 对于这样的成绩 我真的非常的不满意 因为我跟我 不论如何啊 你不用在这边 因为数字会说话 因为我们成家几次 不是 我不能强迫他一定要创业 而且一定要到处很大的企业 我们可以跟他说 我们有这样的一个机制 他如果愿意运用 他可以运用 可是他 你有去辅导没有错 辅导这一些比较 这个程度比较没有那么高的 是辅导出来 但是我们这个 现在讲不好听 就科技时代嘛 所要培养出来的飞燕计划 是女性是要比较很突破的 那刚才讲的 你这十万块钱营业额 然后都是家庭成员 我们过去啊 客厅就是工厂 那时候都做的 比你们现在还要好 不过现在啊 过去的 我们不要了 剩下一年的期间啊 主委 加油把它做好 谢谢我 有勉励 我们一直很努力在做 我知道 你这样子讲的话 让我又非常的生气 你一直努力做出来 是这样子的 我觉得是不应该的 我们不能去强迫他要创 你懂我意思吗 我们有这样的一个机制 我知道 所以我就跟委员报告说 我们建制了 不管是转严贷款 有很多的这样的一个 辅导机制 只要他愿意使用 我们都有这样 所以你看那个轻创贷款的人数 他为什么可以大幅的成长 那我当然会希望说 如果还有需要创业像 主委员奥讲了 我也希望 其实啊 有很多的女性 她也不知道这有这种的呢 这个各方面 是 有很多啊 不晓得 所以你的先导各方面 包括现在刚毕业的你青年 那个女学生 你要跟他先导 让他知道 我们这个国家政府 有这样好的 这个制度 这个也很重要 如果有人真的不知道 因为他们整天在念书嘛 尤其成绩好的 整天整天就在书本上啊 对不对 才会成绩好啊 所以他不知道有这样好的 如果这样好的话 他跟你们接触以后 得到你们的辅助 说不定他跳的比较快啊 对不对 成绩更好啊 所以在这方面 我们剩下一年啊 加油一点好不好 好 黄主委 加油一点